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8月24号也就是今天 乌克兰迎来独立日31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同时也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整半年的时间节点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公告称 俄军与顿巴斯武装部队 在顿尼茨克方向的攻势取得进展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当天表示 俄特别军事行动让北约放弃乌克兰 俄国防部当天表示 在顿尼茨克方向 夺回马里因卡镇的行动已接近尾声 其75%以上的地区 已被俄军和顿巴斯武装部队控制 俄军和顿巴斯武装 继续包围阿富杰耶夫卡附近的乌军部队 在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等地 俄军和顿巴斯武装部队也在持续推进 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 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击了斯拉维杨斯克和康斯坦定 诺夫卡地区的乌军据点 打死近200名民族主义分子 击毁18件军事装备 俄军炮兵在尼古拉耶夫 哈尔科夫等地摧毁乌军多个弹药库 燃料库以及武器装备等 据塔斯社23号报道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现在北约没有人会接受乌克兰 没有什么邻国可以给乌克兰任何保证 这是特别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 梅德维杰夫认为 乌克兰政府正在继续为自己创造 某种未来的安全保障 但他坚信只有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才能提供安全保障 只不过乌克兰在西方资金和导弹的刺激下 拒绝与俄方达成协议 梅德维杰夫称 现在的乌克兰局势对美国有利 但这样的局面很快将结束 美国政客将会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 与到访基辅的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进一步对乌提供军事援助 泽连斯基与杜达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独立日期间 袭击乌克兰城市 乌方将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他强调 如果俄罗斯打击乌克兰 那么俄方就会收到越来越强硬的回答